船的这个方向呢 已经没有办法 这个完全控制 感觉有一点这个方向舵失效的感觉 然后呢 大概几十秒之后 它的船头呢 就撞上了徐慧滨江的地岸 同时呢 它大概有 六十多米长的那个船身呢 继续向岸边滑过来 等我们把镜头移过去的时候呢 它的船的尾部呢 也撞到了 滨江的地岸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这条船的后面呢 有一艘托轮 始终跟在这条船的后面 在碰撞发生之后 大概两分钟 那刻呢 就有几位冰箱的安保人员 来到了现场 控制住人流 把大家 这个控制在离岸 比较远的这个区域 又过了两分钟呢 有新的保安加入 并且带来了隔离带 这样的话呢 大概在 事件发生之后的 七八分钟 事故现场呢 已经基本上被控制 了解 还ес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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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